再來看到全民健保 修正草案也就是俗稱的二代健保 這週就要三讀了 醫界也呼籲必須要正視無效醫療健保大漏洞 而所我們叫做無效醫療 只有台大醫師指出 6到7成的加護病房末期的病患死亡當天 甚至還在抽血還在照X光 已經簽署了放棄心肺復蘇術急救的患者 甚至還洗腎還用葉克膜為生 其實這些都算是可以減少的無效醫療的資源支出 而轉用於拯救更多需要住加護病房的患者 而估計如果難以回天的病人家屬 願意縮短一兩天住加護病房的住院 就可以需要住進加護病房的六七千人 多了一些住院還有救治的機會